日期地区农会一年一度农民节及基优农民表扬大会 今天在永昌分校盛大举行 上级各农政单位都出席肯定农民们的努力成果 也配合5月份开始出产的玉里大西瓜产集进行行销 产销班和家政班农产摊位买气旺一扫地震 冲击冷清萧条的阴霾现场是热闹滚滚 炎热天气却不减农民以及优客民众的兴致 每个农产摊位前人气买气强强滚 也展现玉西地区农民的热情 这是玉西地区农会农民节迹 基优农民表扬大会的现场盛大且热闹无比 因为玉里是我们到你最大产区 现在也差不多都是在要戳税期 也希望在这边祝福 也预祝我们这些农民 未来第一期的到处像西瓜一样 如此的丰收 五十两多人的丰收 玉西地区农会今天在永长分校运动场办理一年一路的农民节 基优农民表扬大会 上级各农政单位首长代表也都出席参加 肯定农民的努力也给予最大的支持 我们看到玉西地区农会不只成长 茁壮 而且把我们非常多的农产品销到 大台北地区 创造很好的佳基 包含了我们赤哥山的金针 成为一个观光旅游的胜地 我们的大西瓜 刷谷地 是我们花莲县手续移植 更是台湾手续移植 占目一直来做试作的研究 文化有传承 那在圆敏的农作文化传承 这一块其实我们改良场也不以余力 农业是新国之本 那农民又是农业的之根 所以我们现在所跟长官 其实都非常重视的农业发展 我们可以当你们农产局的代言人 那我们10号呢 好像我们的西瓜要到台北去行销 那刚好我们议会 但是我们假日我们可以自己去 然后呢 因为我们来听你们发声 把我们花莲最好的农产品 一起行销出去 配合5月起开始出产的玉里大西瓜 以及玉西两地优质的蔬国农特产 玉西地区农会借此同步强力行销推广 农民节活动现场 各个农产摊位人气买气旺 农会也特别准备丰富的摸彩大奖 慰绕农民辛劳 也与农民同情同乐 一扫地震冷清萧条的阴霾 期盼今年都能有个平安丰收的好年 接着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MagicCity 请不吝点赞金